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包括我们现在有些人正义的 或是我们在学道的过程当中 遇到不同的团体 或是不同的人 他讲的法 你怎么样去简别协证 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很多 都是跟戒律有关的 都违背戒律的 你看不出来 因为他讲的 合乎经教 合乎经论 甚至是上师 你要知道上师这个法 那这个牵涉到密教的 也是应该有经律论的 任何法门都有经律论的 你现在修学哪一个法门 都有经律论的 都有戒定会的 如果约佛教来看 其实你说其他的宗教有没有 还是有 你说基督教 天主教 有没有戒律 有 怎么会没有 对不对 只是他们没有我们佛教 那么深奥广博而已 还是有 你要守十戒 对不对 你还是有他的规矩的 哪一个传承 哪一个法门 道家 道家 你说是俘虏派的 你还是 那个道家的 哪一个派的 他还是有他的规矩 他还有他的传承的戒律的 不可以乱讲的 所以一定要知道 所谓的戒 就是他这个规矩法则 约佛教来看 那当然讲的最深最广最多的 就是出嫁戒 那你说其他的法门 那你 其他的法门 也有他的规矩规则传承的 一样的道理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在修法的当中 你说是宗教才讲修法吗 你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你在世间法 你有法律 法律就是戒 你说我不信宗教 不信宗教你也要戒 因为你要 你要当 好公民好国民 你要 合乎公自良俗 善良的风俗习惯你要遵守 道德诡犯你要遵守 这就是戒律 你要合乎善的因果 对不对 这就是戒律 你说我没有信宗教 这个就是戒律 所以你在一个社会国家当中 这个善良的风俗习惯道德伦理 就是戒律 这个戒律你也是要遵守的 那你怎么修 所谓修就是你活在这个社会国家当中 那你怎么样走这条正路呢 就是你要有智慧啊你要有专心的 一样啊也是 也是所谓的定会只是 他没有像我们宗教人士讲的那么深奥而已啊 好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 我们在世间出世间 其实都要有戒定会 讲比较深是有定会啦 讲比较浅就是只有讲 道德伦理啦国家法令啦 或是呢 这个社会秩序 这样子罢了 就比较浅 反正就要说 我们要了解呢 那我在抉择当中 我今天修学了佛门的戒律 我知道戒定会的整个优先次序 跟我呢 激举我福报 跟智慧的资量 这个剑啊 这个证剑很重要 你这个证剑如果错了 后面呢 就会很麻烦了 所以我现在呢 按照字子记 你看字子记 运用了 刚才运用了四个方向 他学了道宣律师的 治教跟化教 他运用了四个方向 咱们也来编四个表 我来仿效 其实我还可以编好几个表 我先编四个表 先看第五 第五呢 这也是一个法师问的 我们南部头的法师在问 恰好是跟静律论有关的 我们有很多问题 其实呢 其实跟这个问题 有很多争议的地方 跟戒律有相关的 你就可以用这个观念来 来分析它 你会觉得 我知道怎么做了 这很重要 好我们看 比如说杀戒 杀戒在经律里面呢 判罪不同 杀戒呢 我们说在化教 就是经啊 在五戒相经 还有在家贝南 在家贝南是弘一大师呢 他解极的 那这两个的判法 还有我们治教 治教就指出家戒 比丘戒 比丘尼戒 那你杀戒呢 他的判法不一样 杀戒里面有一个静想 就是我们人做人想 人做人以 人做非人想 这个静想什么意思 人做人想 比如说我要杀人的时候 那我知道你是人吗 啊这是仇人 开枪拿刀杀死了 那人做人想 人死掉了 你就犯重罪 因为你杀的是人 所以呢 五戒相经 那你是人做人想 就是你杀的真的是人 你想的 这个真的是人 你把他杀死了 没有问题 这样呢 通通犯重罪 所谓上品重罪 就是上品不可毁罪 在五戒相经里面就是这样 上品不可毁 就是我们的罪呢 有上品 中品 下品 上中下品 上品是不可以毁的 就是其实是很重的罪 就是很难忏悔 中下品是可以忏悔的 五戒相经是这样 那 这化教跟治教都判法都一样的 这没有问题 如果是治教 比丘就犯根本重罪了 就要灭饼了 就不是比丘了 就要还属了 那杀人呢 那这边的就是 他都死掉了 意思是说这些都死掉了 好 再来 人作人矣 我要杀这个人的时候呢 面对那个境界 这个是人吗 有点怀疑 这个好像不是人呢 这个露个尾巴 还是怎么样 这个好像不是人呢 是不是外星人 奇怪 这个怎么变成这样 不管杀了 好像不是人 杀了 有华语 是人吗 可以看起来好像不是人 这个非人呢 就是你到那个境界的时候呢 他怎么有露出尾巴 好像是狐狸精喔 好像是外星人喔 现在有外星人 我常常喜欢看这个外星人的 这个YouTube 这不是外星人啊 这不是人喔 这不是人喔 外星人也是人啊 只是说他不是我们的人类而已啊 结果呢 他遇到那个境界的想 这是狐狸精喔 这不是人喔 不管 啪啪 把他杀死了 这个五戒相经呢 通通犯重罪 善品不可悔罪 但是呢 比丘界啊 再加贝难 再加贝难 再加贝难是红衣大师 按照比丘界来判的 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 比丘界呢 都是犯中品可悔罪 就是你有华语的时候 或是他不是人 他是非人 他是狐狸精啊 他是蛇精啊 那这个是呢 可以忏悔 他是中品的 比如说这个白娘子啊 啊 这个 是什么传啊 啊 白蛇传 啊 他就是蛇精变的嘛 蛇精变的嘛 蛇精变的他不是人啊 啊 所以法海大师呢 他呢 这个 这个 他是要制服这个蛇精啊 他不是人啊 啊 啊 许仙哭哭啼啼的 他是被骗的 他不是人啊 他是蛇精啊 所以他是非人啊 重要把他杀了 那个比丘呢 这个大师他也不会犯重罪的啊 啊 何况他是为民除妖啊 啊 这样知道吧 哈哈 到底是真实的故事 还是假的故事 啊 好 我们假设是尊真实的 就是真的有蛇精 啊 那这些都是中品可悔罪 可是为什么五戒相军他犯的是上品呢 那不一样怎么办呢 到底你是自教还是化教啊 所以我们要犯了 约照道理来看喔 注意这个观念喔 判罪还是按照自教 判罪还是按照自教 我再讲一个例子喔 这边没有写了 在善生经 优菩萨戒经里面讲 如果我们跟三宝 跟寺庙 跟常住 借钱 借贷 那要还钱的时候 要还十倍 这个高利贷 在优菩萨戒经 我们跟三宝 师父 我家里欠钱 师父你可不可以常住有钱 借我十万块钱 我慢慢还给你 那师父说好 那常住借给你十万 那我以后还一百万 常住就赚到了 但是我一心里想 这比高利贷还重 善生经讲的 优菩萨戒经讲 要还十倍 所以你看我们刚出家的时候 我们洗碗 洗碗破了一个碗 每一个人都买十个 破了一个就要买十个 为什么 因为善经的事情说如果要赔要赔十倍 这个问师父说哪有这回事 自教就是比丘比丘借呢 他没有啊 他顶多 比如说顶多加一点点利息嘛 对不对 比如说我跟常住借钱 那我就按照正常的利息还给你 那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正常利息 一% 两% 三% 那我就是一年就还你三%利息 这样就好了 这是公道的嘛 对不对 比丘借是这样 所以正常是按照比丘借在判罪的 在审判的 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为什么宏益大师他会改成中品科会 但是五戒相经也是佛说的啊 为什么要讲五戒相经 这个国王呢 问佛 我受了五戒以后要怎么样吃手 佛没有亲自教导这个国王 国王说好 那我叫比丘教你 佛呢 这个经是在教比丘的 叫出家众的 所以你要了解 所有的戒律 是佛说的 而且是佛传给出家众 出家众再传给再家众 你看五戒相经就是这样 所有的戒律都是这样啊 今天如果有在家众呢 他在讲戒律 我有看了去在家众 他讲戒律 讲得滔滔不绝了 口沫横徽啦 还写书呢 写得非常洋洋得意 我们自己拿来看的话呢 就不晓得怎么做了 你真的是不晓得 比丘界呢 所以是差距很大 重来你自己看比丘界 有些学者专家 他有会看比丘界嘛 现在反正资讯很广啦 你自己看呢 你那个没咬咬 那个维系的地方 你是看不出来的 因为你不像出家众呢 他身体力行 他有在研究的 他知道这个维系的地方 那些学者专家他不知道的 好 讲这个意思说 出家众 他传承的也是佛讲的戒律 那这边呢 明明跟比丘界不一样了 怎么会通呢 难道佛讲错了吗 所以你看我怎么会通 好 我们看后面 下面 五戒相经在后面 他就有讲到 因为杀戒会牵涉到杀父母 所以如果这个 五戒相经是针对这个 在家受五戒的 所以佛就讲啊 如果居士他杀父母 他要杀父母 结果要杀的时候呢 产生乏语 是父母非耶 就是这是父母啊 这是我真的 我的父母亲吗 他有乏语 后来呢 若定之是父母 就是他前面是有怀疑的 可是后来呢 又想 这一定是我父母 不管 杀了 那这样是犯到逆罪 他也是杀人喔 杀人 可是他这个比重罪还更严重 这叫做逆罪 一定堕无间地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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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杀人呢 他也是堕地狱 可是呢 他不像杀父母 杀父母 杀父母堕无间地狱 这个很难出来啦 不可悔 那所以我按照这边呢 我们来会通就是 如果你有怀疑 或是有非人想 应该按照自教来判罪 就是只是忠品的 可以忏悔 但是你本来有怀疑 为什么五戒相经会判重罪呢 这边我们可以会通就是 就是呢 就像杀父母一样 就是他后心呢 他本来有怀疑 或是有非人想 可是他后来想呢 啊 这一定不是 这一定不是非人啊 这一定是人啊 定之 他定之 那就变成无疑了 就是他没有怀疑了 这是我父母啊 好 杀啦 啊 这是人啊 那就是人做人想 那就是 人做人想就是重罪啦 所以就改判重罪 你知道吧 所以五戒相经呢 因为他后面有这一段呢 表示说 这些本来是有怀疑的 是会降一级罪啊 但是他为什么会判 重罪上品呢 我们就要加说 那他可能后心伸出呢 一定是人的啦 有怀疑呢 不要乱怀疑了啦 这一定是人的 不然他怎么会站在这里呢 又胖胖的 又戴着眼镜 那这个没有错啦 纵然他长尾巴也没有关系了啦 也是人啦 响响 他又讲话啊 那一定是人的啦 所以他定制是人 那所以还是犯重罪 后来这个人做人想 是什么意思 他本来就是人 他本来只是人 只是你看起来好像他长一个尾巴 好像是狐狸精一样 他本来就是人 他不是狐狸精 这叫人 但是他 你把他想成是狐狸精 是非人 你把他怀疑说他不是人 是这样的意思 那其实他就是人 他真的是人 所以你杀他 那你就是犯重罪了 好 这是第五个 这没问题吧 所以经律论就这样判 好 再来看 再来就是精彩啦 看第六 再来越来越复杂了 我现在只能简单讲 但是越来越复杂了 好 第六呢 牵扯到险教密教 还有经律论 我说会复杂就这样 比如说我们看医子法 出家人呢 去医子白医学法 医子在家人 乃至甚至呢 白医是女的 我讲出家人是讲比丘喔 就是女上司 当比丘的上司 而且他还管理代理生团 我们现在有没有啊 很有名的 FG的团体啊 长法的团体啊 他们也会解释我们都是如法的 我们按照什么经教理论呢 都是合格 你看他只解释 你看他的官网 我去年一直在处理这些事情 其实我们针对的重点是 你讲的都违背戒律 今天为什么要出来讲话 就是你讲的是违背戒律 是破坏政法的 其实我是被动的 都是人家请我的 好 我们今天就好好来看戒律 很多在家居士乃是出家众 因为那些出家众都没有 好好学戒律 他们只是学在家背难 FG的团体都是学在家背难 根本不学比丘界 不学好好学比丘界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了解 医子法 这个医子法 你不管是险教跟密教 你怎么样去了解医子法 我们先看 这经律论呢 去怎么样去汇通它 当然我这边是简单讲 这个要讲都可以讲很久的 但是你先有这个观念的时候 你就可以分辨清楚了 原来我怎么样解决呢 我们很多人的盲点 第一个我们看 违画教就是违背经论 或是不违背画教 或是不违背自教 或是违背自教来看 我们先看 我们先先讲 我这边没有写一二三四 一样我们先看上面的 这个第一个违背画教 但是他不违背自教 因为他出家众 他只是去听讲 他没有去医子 那这是居士团体 他居士呢 自己的居士呢 他去学这个老师 这个老师呢 不是出家众 或是这个老师也没有戒律 或是这个老师也没有密称的传承 自居上师 那你这个居士盲目的去相信他 而且他的教导呢 也有非法 那这样就违背画教 那你出家人呢 你只是去听讲 你没有去医子 所以你也没有违背画 没有违背自教 这些说法 就是说 有些再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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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以前李秉兰老师 他讲经说法呢 有很多出加重 我们会去学 会去听 可是不是去医子 那这是不违背自教的 这样知道吧 就是我是听讲 或是有些呢 这个 有些呢 居士他是真的有 有征修的 是正见的 那这是可以的 那如果这个老师 可是你看你去听李秉兰老居士 或是听这些 有修有德的居士呢 他都会恭敬出家重的 会特别出家重另外的位置去做的 他是合乎律的 那这样他就不违背自教 也不违背画教 那如果违背画教 是这个老师他本身他没有那个修 修正或是他没有那个戒律的 涵养 或是他根本不是密教的上司 他违背密教了 他违背画教了 乃至他讲的法也不大对 那这样你盲目相信他 你就会违背画教了 这样知道吧 这是要知道的 那因为你是居士嘛 那所以你就要了解呢 违背画教的地方你就要小心了 那我们看下面 违背画教又违背自教 就是戒律也违背 所以经论不管显密都违背了 这个戒律呢讲医治法 戒律讲医治法呢 其实真正的医治法一定要亲自见面 医律做法 戒律讲医治法一定是 我们戒律讲的医治法一定是呢 你跟他面对面 你看我们截下安居 医治律师 你看我们的三规医医治师长 我讲险教喔 你看我们去参学的时候 险教的去参学出家众啊 你到了这个道场 其实你就要医治这个道场 住持 方丈 手术 你就要医治他 你看我们去泰国参学 去南传的参学 我到那个寺庙我就拜见住持 其实鼎礼三拜就是我医治他了 戒律讲呢 我离开那个地方 离开那个生团 你是可以离医治的 我们离医治 我们再去亲近那个师长 再去修学 那当然你有一个 根本医治的师长 或是你都没有离开他 都可以的 但是这个医治法 你的医治法 注意戒律讲的医治法 一定是跟你住在一起 跟你面对面的 我们现在都发生什么样了 你连看到你的师长 连都是用电视的 用视讯的 你看到他看到你 没有 他根本就没有看到你 你用电视的 你也只是看到 这是我的上司 礼拜供养 恭敬 一来到这个团体 就是开始 你要学医治法 这是违背戒律的 出家人也是 那些出家人 你说FG的团体 那些出家人 哪一个见过他真正的 那个藏法的上司 那个女上司 哪一个 有亲自面对吗 有亲自在教导吗 所以说不合律的 不合律的 结果呢 不要说呢 我讲的是出家人 对出家人 你没有亲自面对的 都不成一指了 那你对白依 你又违背三规依法 佛法生啊 在家人是规依生的啊 现在怎么变成出家人 规依在家人 违背三规依 破坏政法 学的是相似佛法 这是很严重的 在险教里面 你等一下要跟我讲密教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密教 险教里面一定是这样的 不管南传北传的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藏传 难道藏传可以这样吗 也是不可以的 藏传是怎么样呢 你要依止的话呢 藏传按照戒律 你要依止密序呢 你要依止法 他是我的上司 你要观察多年 观察你 你学广论吗 你们现在很多人学广论啊 广论怎么讲啊 你要好好亲近师长 你要观察他啊 三年啊 乃至密教金刚上司 甚至要观察到十二年啊 你看呢 上司呢 五十颂的这些呢 上司相应法 三年五年十二年 你都要观察啊 你才有办法知道说 这个是我的师长 会不会能够让你增上啊 结果你有没有观察 你FG的团体 你有没有看到你真的上司 你要去观察 你都说不用观察啊 因为呢 日常拉法师已经来替我们观察好了 已经认证了 这是错误的 所有的我们的依止法都是要亲自的 不可以说啊 谁替我认证了 谁替我观察了 没有这回事 这不成就移植的 按照律部一定不成就移植的 是自己 你自己要去内证的 你说谁替你观了 或是我看电视就可以学法了 看电视就可以灌顶了 你不可能亲自 亲证的 不可能证果 不可能证入三昧的 我跟你保证 不可能证入西地 不可能成就的 佛法不是这样子的 佛法是讲限量的境界 不是比量 不是比量 否则的话呢 各位 你根本就不用移植了 因为你现在就有电视啊 你现在就有 就有Cβ 金律论 你都可以看啊 那你就每天就看电视 电视就是你的上司吗 那你就可以证果了吗 你证个果给我来看 那这样的佛教就不用了 也不用出家了 也不用出家了 连佛都不用了 你只要有个电视的荧幕就好了 所以这个上司相应法一定是呢 也是一样 他一定是亲自教导的 不是谁替我选择 谁替我认证就好了 律部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可能 有些还可能呢 是假的上司 或是父佛外道啊 你看外面很多啦 西福 西福 最有名的不是这样啊 就是呢 妙禅的妙天啊 这些不是这样子的 闹新闻了吗 父佛外道啊 很多啊 你用戒律来看就知道了 乃至你财色两失啊 财产被蒙骗的乃至呢 有些染污的情势发生了 破坏政法最严重 就是违背律制又违背化教的 不管是显教的经论 密教的经论 它根本就不是合格的上司 它的教法就是相似法 这是很严重的 再来我们看 不违背律制 不违背化教 如果是讲呢 这个 不违背律制呢 出家中他依子如律的师长 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个 行事一法事一 来去呢 真上戒定会三学 在显教里面呢 我们说呢 真正可以事一的人 人事一啊 法事一 行事一 前面我们讲到 你们如果翻到五十页 就可以看得到了 前面不是讲过了吗 你如果有课本的 你可以翻到五十页 我们前面有讲过 行事一 法事一 人事一啊 就是这个人能够 当你的 善自是你的医子的人呢 或是我们按照律部 人事一 譬如说你要正念 内防卫 小圣念防卫啊 阮鼎人事第一啊 或是大圣的 这些呢 菩萨啊 这个 实信实助实行啊 这些呢 这些菩萨位啦 当然是比较高啦 那这是你要 第一个 第一种的医子 或是你要正到出国二国啊 或是你要正到三国 或是你要正到四国阿罗汉 那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善知识 假设没有 所以在祖师呢 他就写了 假设没有 可是这个人呢 他愈律 按照经教 来传授你真正的实相相应的法 那他也是属于人 可以医子的人 就像我们凡夫 可是我们讲的法是按照戒 还有按照了义 还要按照真实的佛说的法来传授 那这个人也可以当你如律的医子的人 那行事义就是 比丘讲 比丘戒讲的 分扫医树下座啊 长起食啊 腐烂药啊 我们在受大戒的时候 就是头头恨啊 如果你没办法头头恨 那你开远的时候 你按照戒律可以开远啊 这个生团里面呢 这个禁地啦 煮饭啊 那你有开远啊 那你有戒律的规矩 我们没有去脱泼起食的时候 那怎么 怎么没有头头恨的时候 那这个行事义 你要合乎戒律 法事义 法事义最重要的 在显教里面 不管显教跟密教啊 注意一定要记住 这个法事义 法事义是简别邪证最有力量的 我们说呢 第一个呢 医法不医人 这是最重要的 医义不医语 医治不医事 医疗医经 不医疗医经 这是简别邪证呢 我们末法当中最重要的 你的证件要立在这边 不管是显教跟密教 医法不医人啊 医法不医人 你如果这个团体呢 所以你看那个FG团体 他常常会讲 医法必医人 他不敢讲医法不医人 他会改成说医法必医人啊 这个经论哪有讲这个啊 医法不医人 为什么 因为呢 如果是人 他一定要等于法 那为什么不医人呢 表示这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呢 他所讲的法不对 不是真的了义的 不是真的呢 合乎戒律的 你这个不可以医的 你一定要合乎法 以法为师 以戒为师 所以有些团体 他是不敢讲医法不医人的 你看FG团体都讲医法 也要医人 要医那个长头法的人 要医我们那个街帮人 他马上进去都在讲医治法 他马上进去都在讲医治法 其实这是最可怕的地方 我们呢 这个 要知道呢 法是最重要的 戒是最重要的 你这个上司 你这个上司不合乎戒 所以在密序里面也是一样 密序里面呢 你到了金刚上司的时候 那是很特别的 是他亲生的这个弟子 他有特殊的 他才讲说所谓的 是师如佛 这时候好像看起来是医人 是师如佛 他是到了那个密序最高的地方了 他前面都符合了 他那个是已经呢 是已经呢 有成就的时候 这时候才会是师如佛 看你的师长像佛一样 所以他都 师长跟你讲 什么话你就要听的 师长讲说一加一等于三 对不对啊 那你弟子怎么回答啊 你到了密序呢 最高的地方呢 那师长讲这个是有 他是有目的的 他是要教你的 那你一定说对 对其实是有道理的 你说 所以有些他们常常在讲 密勒日巴 密勒日巴大师跟马尔巴大师呢 这些呢 的事情啊 那是到了很高的地方 他才会医人啊 可是他这个医人 其实他也是跟法相应的 这个大家呢 看复杂的那些很多讲的呢 就很 我们没有太多时间 我先把重点讲 结果呢 现在的人讲呢 都是把上师把师长呢 摆在三宝前面 佛法身呢都在底下 上师是最高的 这是错的 因为这是到密序最高的地方 金刚圣最高的地方的时候呢 他事实上他有甚深的毅力 其实他也是合乎三宝的 合乎法的 那这个是很复杂的 那一般人呢 不管怎么样 你这个上师 或是你这个师长 不管显教跟密教 你这个师长不合乎法 第一个简别法就是戒 不合乎戒 或上师他讲的呢 不合乎道理 那你要跟上师 你要跟你的师长讲 不管显教跟密教都一样的 师父你讲这个 这个经教是怎么讲 这个戒律是应该怎么讲 你的师长如果不允许 或是师长叫你去做非法的 你不管广论 所以这个在密序里面也是有的 不要讲这个经教 密序里面也都是有的 密序里面很多也都是 有在讲这个的 你这个不合乎的话呢 一定呢 会跟师长讲 这个我不可以做 这违背戒律的 这是不合乎道理的 不合乎经论的 你要委婉跟他讲 在显教里面呢 如果师长不读法 你就要离开了 他给你饮食 与食不与法 就是这个师长不读法 可是他给你吃的白白胖胖的 你也要走 如果师长也不给你法 也不给你饮食 你半夜就要走了 所以师长如果给你法 师长是读法逐利的 可是他饮食不够 就是我们吃的不好 就像九华山以前呢 过去呢 我们地藏菩萨呢 那九华山呢 这饮食都不够 都吃这个白沙 有法可是没有食 这个师长是读法逐利 而且是能够让我们呢 所以你看很多 这个九华山很多肉身菩萨 那你呢 不可以中 一定要一直师长 所以可见法是最重要的 师长有法 可是这个法呢 一定是合乎戒律的 一定是呢 合乎经教的 不管是哪个师长 你看贤教也是这样 密教也是这样 密教也很多 你看广论 上师五十颂 把什么宝云君 他们列很多 你去查就 密教也是密序也是一样的 不可能叫人违背戒律的 你叫人修双修 密序里面有讲双修 我们姑且不论 你有没有资格修 你看于邪菩萨界就好了 比丘出家众 他一定不能够设受女众的 所以呢 出家众 他一定不可能修双修的 所谓双修就是 你有男女的行为的时候 出家众你要有男女行为 你一定要舍戒 不管险教跟密教都是一样 密教你说有双修 一定也是要舍戒 你看密教的密序就知道了 一定要离开生团的 如果有人跟你讲这样 都是违背险教也违背密教 密教不可能这样 这些我们问过看部的 密教不可能是这样子 你如果真的有双修的话 你有这资格讲的话 那所以这里呢 是呢 我们要了解说 这个医子法呢 事上呢 是我们要了解呢 真正的什么是 显教的医子法跟密教的医子法 你不要医子法变成恐吓法 就是你违背上司了 违背师长了 你会下地狱了 你不按照师长讲的话 你会下地狱了 变成恐吓法 你违背师长的教导了 你踏上师长的影子了 你没有忏悔 下地狱了 你讲的话跟师长的思想不一样 你跟他反驳了 下地狱了 他不是恐吓法吗 腹肌常常这样 所以你看佛经 或是你看那个 房教的 这个法王常常讲 比丘与智者当上观我语 如念结膜经信受非为净 比丘与智者当上观我语 就是佛讲的话 这个在阿含经里面也常常在讲 如果有哪个比丘说 怎么样怎么样 哪件事情 哪件事情应该怎么样做 在什么地方 可是他简别来看 不合乎戒律 佛就讲 你不要照他的话说 不管出家弟子跟在家弟子都是一样的 这个人讲的话不合乎戒律 你不要照他的话去做 当上观我语 乃至佛经所讲的话 或是这边是讲说 师长讲的话 那你要如念结膜经 就好像你在提念经纸一样 你要把它斩转眼内 要把那个杂质 不对的地方 错误的地方 要把它去掉 认识什么是真正 真的实相 正确的 信受非为净 你不是白白的 我就相信就好了 我这样恭敬师长就好了 因为师长所教的都是对的 师长所讲的话都是对的吗 不一定 师长教你做的都是对的吗 你都要一家奉行吗 不一定 因为他如果不合乎戒 不合乎经教的正理 你不一定要去做 你可以委婉拒绝的 甚至要离开的 因为他不是正确的 所以这里呢 我们看呢 再来看 看这个 不为话又不为字 看上面 如果你医子呢 如律的师长 行法事义 真上三学 一庙密教合格的金刚上师 这是指出家中 你修学正法 那这个都可以 你按照密序 按照 显教 这些都是如法的 有些是在家的于且世 他是居士 那他维护身轮 不坏床枪 那你也没有为字 就是刚才你可能是去亲近他 可是呢你没有 他在家的于且世呢 他会维护你的床枪 他不会让你出家人呢 来破坏那个床枪 你看下面 比如说 如果我们出家人呢 你对居士行医子的顶礼 亲父居士的老师 你这样就违背出家的床枪了 出家人就错了 这就 在家人也错了 那个居士也错了 为什么 他违背律制了 因为呢 如果有发生 譬如说合格的上司 合格的上司 他只在传法的时候 他才登高座 平时他还是在僧人之下 而且这个居士啊 不会管理僧团 绝对不会管理僧团 我说不管你僧团 我说不管你僧团 不管你僧团呢 不 不影响僧团的节目 不影响僧团的节目 有些人呢 他都没有挂名分 譬如说那个长头发的 他都没有挂名分 他很聪明 事实上人事财务 他都会影响 他都会遥控的 他真的在管理的 你居士真的在控制那个僧团的 这是不对的 我们呢在历史上呢 他们呢有些人常常在讲啊 啊 我们是主法 我们是 都是可以的 这个 在网路上呢 人家就举出来的 来证明说 这个长头发的女士呢 她真的可以领导男众僧团吗 他们说有啊 我们密教就可以了 但是啊 我刚才已经跟你讲 险教戒律绝对是不可疑的 这在阿含经里面讲啊 这正法会灭掉呢 一个是恶性最重大的比丘 一个是讲相似法 现在我们佛教的危机就是在讲相似法 阿说在家居士也可以领导僧团 这就是相似法 甚至是女居士也可以 在家居士有领导僧团吗 在密教里面有吗 他们常常举出总敦巴尊者 总敦巴尊是阿里霞尊者 他呢 后来呢 让总敦巴尊者 可是他不是 不是呢 违背呢 完全违背戒律 不是完全 因为我们查 总敦巴尊者 他登高座的时候 他会让 他讲经说法嘛 那让礼拜 可是他下座他是坐在 僧人下面的 你看我们在经教里面讲 威末节经里面呢 你看呢 出家众跟再家众 文殊施利菩萨呢 佛呢 叫他去 慰问威末节居士的时候 家设尊者 走在前面 文殊施利菩萨走在后面 后来是因为家设尊者 他呢 礼让 他说 他 那个他说 文殊菩萨你要走到前面 文殊菩萨说 不 就按照戒律 身伦是 所以你看呢 菩萨都是这样 这个正果的啊 一定是走在后面的 是家设尊者礼让 文殊菩萨才走在前面 所以这个身伦的次第 一定不可以去破坏的 顶礼也是这样 这个在经论里面都讲很多的 总顿波达尊者这样 虽然他有带领生团 可是他只是在法 他不会去影响你的人事财物 在密教里面确实是有南居士 譬如说撒迦派 他的祖师啊 撒迦派的祖师呢 他会带领生团 可是你看马尔巴大师啊 密勒之巴尊者 他们没有在带领生团 你说顶果亲者仁波切 他也后来凡属 他也没有带领生团啊 他本来出家后来凡属 也没有带领生团 所以有居士带领生团 密教里面确实是有 可是是男众 密教里面从来没有女众 带领生团 男众 他所谓的带领生团 都不是 像现在在管理生团 他只是在法上 我们刚才讲他是传法才这样 他没有传法 总顿巴尊者是还比较好 那如果撒迦派我们就不知道了 我们平常看到呢 我们去印度看到撒迦派 他是在法座上的 那我们就不大知道了 但是总顿巴尊者是比较如法一点 所以这里就说 你男众居士在密教里面 其实你如果是比丘这样的话 其实也都有违背律制的部分了 他只比较轻而已 我也被律制了 因为他还是在家居士 只是他如果比较合乎律的 他会不管理生团 不影响你们的结盟 从来没有女人 带领管理男众生团 从来没有 这不是歧视了 而是从来没有 而且因为你不可能还共住啊 这是FG最可怕的地方 他经常说因为密教里面 有产生总顿巴尊者 他们常常在讲总顿巴尊者 总顿巴尊者 这完全是错误了 这已经违背律制了 你这样根本又违背化教了 而且你把所有的功德都会归到 那个女上司一人身上 他就接帮了 所有的功德通通是女上司一个人 FG就是这样 你这个依止法 所以这个简别邪证 这个依止法其实是最重要的 你如果看这个表 你就会发觉 我们从至教跟化教来看 你至教也违背了 化教也违背了 真正讲化教经论 或是讲密序的部分 也不可能像你这样子讲的 我们先讲到这边 下一节课还会再发挥 这边都还要包括很多 我们很多正义的 从依止法到下面 还有很多 我们列了好几张表了 这些呢 这个出家众与女人共住共处 他们就会歪曲这个戒律 歪曲比丘戒 比丘戒真的怎么讲的 我们好好跟你讲 这些你们有些部分 你们是可以听的 你们还有办法简别协证 乃至财务的处理 或是甚至上司的认证 这是我们日常大法师认证过了 没有问题了 可以这样子讲吗 万一他 那我们刚才讲 上司师长的讲的话 如果错误呢 你要同意他吗 所以这些都是 就是这整个你这个绿跟经论 智教跟化教 你搞混了 所以在这一门里面呢 恰好我们可以学习到 我们来 这个下一次再好好再讲这些了 那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那等过完年以后再来上课了 好 向下文场 不予来自 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存佛道 我没得我 我没得我 我没得我